阿婆班大橋都得,勝在有司法覆核 買下她嘴苗苗,04年,就是因為她提出司法覆核 HELL是勞動的老虎頭,領媒遲了一年才上市 07年就到皇后碼頭,到去年,港珠澳大橋 亦都因為司法覆核搞得起不上 司法覆核,到底對香港法治有多麼重要呢? 原來司法覆核說的就是,我們的市民可以要求法院去裁判 到底政府某個政策是否合法? 而事實上,這個制度近年是給市民 用來挑戰政府政策的一個很重要的途徑 2010年,就有268宗申請 10年例升了近一倍,原因就離不開 市民對本身權利的意識強了 受爭議的新法例,令人憂慮自由會受損 但亦都有人批評,司法覆核,近年已經被濫用為 擾亂政府管治的工具 我們香港行的是三權分立制度 我們的司法制度一定要有足夠能力去確行行政權和立法權 這個司法覆核制度令政府實際不可以藍權 是不可以做一些法律無授權的一些政策 而同時都限制立法會不可以做一些無理的法律出來 市民亦多了一個渠道監察政府 你看看豬婆婆一個小市民都可以拉到一條 造價700億的橋就知道了 實際上可以改善政府施政 雖然在很多案件中,我們看到司法覆核 最後失敗了,不過是讓政府知道 原來市民對這政策是有不滿的 又有人說,司法覆核會大幅增加政府的法律開支 那又要怎樣搏呢? 法門署在2010年的時候,他就普通批出了93宗的法門 其中這個港磚的大條就已經用了150萬 這個司法覆核的費用佔整個工程幾百億 非常之小的比例 如果用了百多萬是可以改善到我們一個這麼重要的決策的話 那這錢是非常值得的 其實像李國能所說 司法覆核只能夠裁決政策是否合法 政府不想人濫用,改善施政才是最好的方法 好可樂